在諮詢之後又再次跟環保局長來反映 遊覽河污染的一個事實 那桃園市政府環保局也公開的表示說 他們的檢查機場都是合法標準化的作業 而且也沒有重大的為師 但是因為我們不管是愛護我們關係環境的 這個牛蘭河的公民的行動平台也好 關係政的環境守護協會也好 我們這一些鄉心們甚至政長 都主動的去關心關切到現場去看 這一個污染的事實 確實不是像桃園市環保局講的那樣子的輕描淡寫 PH值7.7 那連續幾天下雨 應該它的PH值不應該是這樣 也就是說它可能合理的懷疑 它可能排放的是強檢 那它報導出來只有五條魚的死亡 那我們經過實際的去調查跟錄影拍照 存證下來的有數百條 而且是延綿了1.2公里 也就是說尤其在過去很少死亡的 就是因為這個河川污染暴斃的胡鍋魚 美國熬蝦跟這個所謂的唐屍 就是碾魚等等 都這一次都已經都死了 那過去在過去幾次的污染事件 並沒有這麼嚴重的一個死亡 就是生態的一個浩劫啦 那我也要拜託我們環保局的羅局長 可以幫我們陳述一下事實 歸印一下環保局 桃園市環保局 這樣子輕描淡寫 甚至沒有任何作為的這樣子的一個報導 反而是認為說我們關係政展 帶領的大家去桃園市政府抗議 認為是他們不認同 認為是我們是無理取鬧的 我要拜託我們的縣政府環保局 站在正義的一方 工作紀錄大概只會比較會記載 我們整個積查的 看到的現況跟採樣的一個程序 跟採樣的內容 所以那天有這樣的相關的紀錄吧 因為有到場的話 有 那所以有沒有記錄說 譬如說這個泡沫看到了多少的量啊 然後綿延多長啊 有沒有類似這樣的描述 那個部分沒有特別看到 沒有特別看到 那基本上你還印象中 我們的積查員 我們自己的積查員怎麼寫呢 因為積查紀錄一般 他們是沉到科長那邊就 就決掉了 同樣的事件火災 然後老街西的 余大量的死亡 那業者被罰了三百萬 那牛蘭河整條河的死亡 也不亞於老街西 可是輕描淡寫的罰了三萬塊錢 但是他就重罰 為什麼他有選票的考量 那關係證沒有選票考量 個人的合理懷疑 那就對關係人非常不公平